欢迎来到玩具欢乐秀 嗨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具欢乐秀 我呢是月月姐姐 那么本期我们要来玩什么玩具呢 来看一下我们的桌面 当当 恐龙 那么本期呢我们就要来拆 恐龙蛋啦 那小朋友们看我们这里面呢 一共是一二三 三种颜色的 我们这一期呢就 拆这三个来看看里面分别都是 什么恐龙来吧 准备动起手来开始 那么现在呢我们从里面 拿出来我们的第一个 一个黄色的 来打开今天的第一个恐龙蛋 这是一个什么恐龙呢 小朋友们认不认得呢 来我们先把它呢恢复到 圆形 来看看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哇这么大的头 然后把它的尾巴给安装上 哎呀 小朋友们 有人认得这个是什么龙吗 那我们看它的头呢 扭动得非常的灵活 然后前面有两个这样的触角 然后嘴巴前面呢还有一个这样的 嗯弯上来的这么一个 然后哇我们可以看它的嘴巴好有特点哦 血盆大口 哇哦 哇哦 哎然后还有它这个很灵活的四肢 来我们现在360度看一看它 哎看到前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头部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盔甲 你看就是 战斗力特别强的那种恐龙 哈那小朋友们你们喜欢这个恐龙吗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拆第二个恐龙 看看第二个恐龙会是什么呢 来现在打开我们的第二个恐龙蛋 咚咚 哎这个恐龙好像也非常的有意思哦 还有一对翅膀呢 先把东西放下 先给它恢复一下它的圆状 来这是脚 把它的尾巴给安装上 然后是它的一对大翅膀 小朋友们有认得这个恐龙的吗 那么这个恐龙叫什么名字呢 我们来看一看它的360度的全貌是什么样的 来转一个圈圈 然后最明显的呢就是它有一对这样的大翅膀 转到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头部的一些特征 哎还有一个大大的嘴巴 然后两侧呢跟其他的恐龙长得有点不太一样 然后还有两个非常不一样的这个 嗯脚 小朋友们它既然看起来这么凶 那你们猜一猜它这个大大的嘴巴里面到底会不会喷火呢 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大大的恐龙放在这边 然后拆下一个恐龙来看一看 下一个会是什么恐龙呢 咚咚 诶 诶这个恐龙的样子现在没有摆好的时候有一点长得怪怪的 诶我们现在把它恢复到圆状 看一看它是哪一种恐龙 然后把尾巴安装上 咚咚咚 小朋友们看一下它的三百六十度的全貌 那这个恐龙有人认识吗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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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看这个恐龙呢 它的前肢是非常的瘦小并且很短 那么它的这个腿呢非常的粗壮有力 我们看它这个脚掌特别特别的大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嘴巴 张开让小朋友们看一下 它的大嘴巴 然后里面呢 就是一个特别红火红火红的舌头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它凶吗 那我们今天呢 一共拆出来了三个恐龙 你们觉得这三个恐龙如果打架的话 哪一个是最厉害的呢 哪一个能赢呢 这个是有一对大翅膀的会飞起来的恐龙 这个呢是头部有盔甲的一个恐龙 嗨小朋友们乔治来了 那接下来呢 乔治就来给你们讲一讲这些恐龙 其实我们今天拆出来的这三只巨大的恐龙呢 在实际的恐龙世界里面是没有的 那它们会出现在我们平时看的电视啊 电影啊等等这些里面 就比如说我身边的这只恐龙 那么它的原型呢是 翼特龙 翼特龙它的身长有7.5米那么长 重1.5吨呢 它是非常非常凶的食肉类的动物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牙齿 它的牙齿不仅非常非常的锋利 而且牙齿上面还有道弓呢 这只太凶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旁边的这只吧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向这只恐龙 那么这只恐龙呢 它的原型是三角龙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 其实三角龙呢是食草性动物 但是大家别以为它是食草性动物 就觉得它好欺负哦 我们来看一看 它前面呢有长长的脚 这边呢还有一个非常厚的盾 可以用来防御敌人的 那么据史料的记载呢 这种恐龙长约6到8米 有5到10吨那么重呢 是据现在6800万年前和6500万年前 之间产生的恐龙 也算是非常晚期的恐龙之一了 那最后这只恐龙呢 乔治觉得呀 是今天恐龙里面最帅最酷的一只了 嗯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非常非常凶的这个脚 还有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牙齿 嗯再看它还有一对非常非常大的翅膀 那这种恐龙呢 据乔治的经验呢 它应该会出现在各种电影啊 这种里面 嗯现实中的恐龙可能还没有这种的呢 那我们来看一看 它平时都可以做什么呢 它可以飞起来 然后扑火 哇简直是太酷了 那小朋友们 你们最喜欢今天的三只恐龙里面的哪一只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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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